大家好,歡迎來到滋味館 很多時都會用菜脯肉碎來炒蛋 有沒有覺得單調了一點呢? 今天有加到豆腐,是豆腐菜脯肉碎炒蛋 這裡有一磚盒裝的滑豆腐 需要兩邊吸乾水份30分鐘 煎的時候就沒那麼容易出水了 還有一些碎的豬肉 加半湯匙生抽 半湯匙粟粉 適量的胡椒粉 和半湯匙水 攪拌均勻 備用 再來準備多兩湯匙菜脯 還有一條蔥,將蔥切蔥花 在蛋方面可以用到兩至三隻 加適量的鹽 和胡椒粉 蔥花都加進去 攪拌均勻,備用 我們先來炒肉碎 首先 凍鑊加一些油 將鑊燒熱 用中大火 鬆開那些肉碎 把肉碎炒至全熟 然後加上半湯匙煮蔥酒 將肉碎炒至全熟 然後加入半湯匙煮蔥酒 然後加入半湯匙煮蔥酒 好 兜炒均勻就可以了 炒好之後 將肉碎和菜脯 加進蛋漿裏 炒好後 炒好 完成 攪著鑊有需要可以清理一下 加多一點油 燒熱鑊後用中大火 現在來煎豆腐 這樣把豆腐煎至兩面都未和 現在煎好後,在豆腐之間留些縫隙 再加一些油 現在把蛋漿隨你心意加入豆腐 停一停,讓蛋漿熠結 這時可以像我這樣逐一逐一反轉,煎另一面 或者可以用碟蓋著反轉 煎另一面,那就齊整一點 懂得拋鑊,拋鑊也可以 煎到你喜歡的山熟程度就可以 這道菜脯炒蛋,我相信很多家庭都嘗試過 那有沒有試過加豆腐呢?加了豆腐大碟很多 整碟菜都豐富很多,不會那麼單調 今天這個食譜就說到這裡 歡迎訂閱、分享和點讚 有時間請幫忙支持廣告 好呀,在下一集我們再見 再見